马路边留下了几滴血迹,千斤顶被骗于司机位上,男乘客血流披面。 星期四晚上9点多,一位69岁姓流的的士司机和一位44岁姓王男乘客在尼敦道发生争执,双方还大打出手。 男司机一路之下,在的士车尾箱拿出了一个顶车用的千斤顶,拨到男乘客的额头, 男乘客就爆肝了,整件衣服都是血迹。 一位男徒人见到这个情况,就立刻上去劝庭两位和报警。 警方接报到场,发现两个都有受伤和流血,就安排救护车,将他们送到广华医院治理。 姓流的的士司机就涉嫌集击造成身体伤害被捕,而姓王的男乘客就涉嫌普通集击被捕。